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日常养生课堂 怀孕期间,不论是孕妇还是其他人都特别喜欢抚摸孕妇的肚子 但是在摸孕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 一药两不要保护身体健康 1.孕晚期不要经常的抚摸孕肚 非常容易引起公缩,导致胎儿早产 这样对于宝宝和孕妈都是非常不健康的 2.在摸孕肚的时候不要特别频繁 也不要使劲用力摸 这样会容易导致胎儿的早产或者是流产 一药在抚摸孕肚的时候 最好是在胎儿三个月以后才开始进行 孕早期是不适合摸孕肚的 那这个时候妈妈可以坐下或者是躺下 等腹部完全松弛之后 用手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这样来回的按摩 每天按摩的时间不要超过五分钟 动作也要轻柔一些 大家在平时的时候也要注意 有很多女性朋友都觉得自己有脱发的现象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脱发可能和你的睡觉习惯有关 睡觉的时候头发到底是绑着好还是散着好呢 其实啊晚上正确的睡姿应该是将头发绑起来睡 但是不是像白天那样绑得紧紧的 可以很松的绑一个马尾 这样不但可以放松我们的头皮 而且还不会影响到睡眠质量 最主要的是不会引起脱发的现象 那如果大家是散着头发睡觉呢 就会因为头发和枕头的摩擦出现打结的现象 在第二天梳头的时候啊 就会大把大把的脱发啦 所以说大家在平时睡觉的时候啊 还是应该把头发扎起来再睡 可以防止脱发 还能防止半夜压头发的现象 现在抽烟喝酒的人啊是非常多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连续抽二十根烟 那会怎么样呢 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连续抽二十根烟之后啊 会有的三个表现 一 咳嗽 当人体一次性吸入大量的烟草之后啊 人体的呼吸系统呢 就会受到刺激 做出防御性反应 也就是咳嗽啦 二 出现胸部胀痛的现象 因为大量的烟草进入肺部 就会导致肺部的不适 那肺部呢是非常靠近我们胸膜的 所以说就会出现胸部胀痛的现象 三 头晕目眩的现象 因为身体对于尼古丁等物质的不适应 所以大量吸烟之后呢 也是会出现像醉酒的现象 头脑一片空白 而且无法思考事情 心慌甚至会出现昏倒的现象 大量吸烟呀 对身体的害处大家都要知道 建议大家还是戒烟为好 好 在减肥期间呢 千万不要触碰的三条黄线 吃一口胖食筋不是开玩笑的 不想胖啊就要知道啦 一 精致饼干 比如说马卡龙 这一类的食物中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 而且呀其中含有的脂肪含量和热量啊 都是非常高的平时就要少吃了 减肥的时候就更要杜绝了 二 油炸食物 比如说炸鸡薯条 这一类的食物应该是很少有人能够抵抗的 但是啊这类食物的热量是非常高的 在减肥期间呀千万不要吃 就算是平时呢也要少吃 不然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的压力 对身体不好 三 饮料 因为这一类饮料中的糖分很多 对于减肥没有一点好处 就算是无糖的饮料常喝 也会让人产生依赖感 对减肥无益 大家在减肥期间呢一定要记住 这三种食物啊一定不要吃啦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